我这几天每一天都下来 主要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台的问题 不是一个单一个台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问题 甚至是我自己工作上的问题 因为我都搞出版 所以这个牵涉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了 如果今天他们政府可以用这样的理由 说是一个电台的股东商纠纷 而走去不工作或者是暗地里去帮忙打压这个言论 下次就有可能用同一招数或者不知什么招数 就会去对付出版 那我们就很有问题了 即是说23条就会分拆上市了 加上现在为什么这几天人少了 其实我们都不可以说那些人不来参加 因为有很多大家看报纸或者在传门那里都收不到消息 甚至乎都不知道会有一个延续起来的 那现在民间电台呢 他们在DBC这个停播之后就不可以让他停的 如果一停了呢 就即使DBC那七天的二播就将会白费了 那民间电台继续下去呢 是其实一个延续令大家关注这件事的一开始 所以我这几天呢 我们每一天都来帮他打打气 就这样吧 旁边 就会 ooh 那都可以均办